大家好 我是小林 点赞订阅 小林财经 每天 给大家带来最新鲜 虎报 好玩的 中国经济的 华语消息 我们这个频道 小林财经 这个频道 真可谓 良心 不是我跟你们吹 真是 业界良心 就凭一句话 就凭我们 频道的一个核心思想 核心指导思想 是什么 就可以评为 这个业界良心 起码是2022年有款 持政治媒体业界良心 什么主导思想 每一次 反弹 都是 逃命机会 就凭这句话的不得了 真的是 该如此清晰的 是不是我们没有说 左摇右摆三天两头 告诉你反弹了 洗下你上了 你看我们在每一个问题上面 都如此清晰 哎呀 真的是 自己都要吹起来了 再吹吹的这个牛 牛快飞起来了 真的 你看每一次反弹的 包括这股市 明确告诉大家 每一次反弹 都是逃命集会 就没有多少 就反弹一下下 所以定性非常重要啊 在中国共产党搞 搞人的时候 为什么要定性啊 给你定性啊 这个事情定性 你不定性 有人说牛市 哎呦 我就问他了 哎 你跟我说说 中国股市上一轮牛市 是什么时候 他跟我说牛市吗 那什么时候 有过牛市吗 你跟我说 这么你虚不虚 虚不虚吗 那个上一轮牛市 行真叫做牛市的 中国股市真叫做牛市 什么时候 07年 什么叫做牛市 你看看人家美国 什么叫牛市 创历史新高为之牛市 哎 有人说15年 15年那压根叫做大力度反弹 没有创历史新高的 一律不能叫做牛市 你没创历史新高 这算什么 你不是就是大力度反弹 你到时候又创新的啊 就一直跌下去 甚至关门 直接的共产党哪天把股市 就是共产党做不出来的 共产党做不出来吗 哪天就把股市关了 你这些都是大力度的反弹 07年6124点以后 所有的上涨都是反弹 你看看是不是这样啊 看看是不是这样 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个是良心频道 同手无企 哎呀这个不催了啊 先看看今天怎么样啊 这个还没有收盘 但是收盘有其他值得评价的 我们再做一起 五间行情播报啊 这个A股和港股 今天上午啊 整体走弱 哎 全线暴跌 所以又多啊 你看看这个周 上周的时候很牛逼啊 你一直是 啊 一直这个剑啊 千军万马来相见啊 穿云剑 哎 这一丝想不起来啊 看 今天是奇怪 今天如果来一个跳空 高开高走 哎 那就有看头了啊 突破这个压力位 哎 今天又跌下去 那就什么 那就是又多 明明 纯纯的又多啊 主要指数下跌啊 要上周五美股市场也大跌 哎呀 自己一跌了又提美股 人家涨了这个七八年呢 人 那个时候你到哪里去了 也不是七八年 十几年呢 09年 创了个低位之后就涨到 2022年 啊 人家就涨了十几年的牛市 反复的创历史新高 每一次回调都是买入机会 美股就这么牛逼啊 人家已经不是技术分析 对美股不要技术分析 美股反映的是美国市场有多么强奸 人家这个这个国家呢 是创各种科技的先河 人家已经在研究 呃 游客功课最最最最难的一些疑难杂症啊 这个这个各种疾病啊 帮人类什么什么这个帕金森啊 什么老老年啊 那那都在研究啊 都有很突破性的进展啊 什么火箭上天 电动车里面就全部 你不是抄人家特斯拉的吗 天天拿着特斯拉来吹牛逼吗 啊 把把那个比亚迪搞搞的搞的天上去 吹牛逼现在不是要出货吗 那你把比亚迪吹上天 把宁德时代吹上天 你你这些都只是人家 特斯拉还不算最大的公司啊 在美股啊 就人家一个特斯拉给点订单你 就你市场最牛的所谓凌王 所谓现在比亚迪到吹比亚迪 就只是人家的一个特斯拉的一个供应商而已 所以你牛逼什么的 我都不明白牛逼什么的 就不就人家给点订单你 所以牛逼什么的啊 我就我们一吹起来没编啊 看啊今天A股市场又有三只股票进入退市 大力度退市最近 嗯 这属于一个利好 其实就是把一些股票清理出去啊 但是嗯 嗯反映出来中国经济确实进入了一个大衰退嘛 到一个这个退市这个问题 其实之前也一直悬着未决 但是现在提上日程也是一个大背景 也是中国经济遇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呃三只股票均出现惨烈暴跌最近都是这样 其中一只股票当代东方曾代理王力宏世界巡回演唱会 上午盘中暴跌率86% 另一家啊都把这个放开了 哎呦我都慢慢跌那够呛啊 赶紧一天把它跌完 是吧 把这个涨跌停板放开了 让你让你马上一天跌到位 也不然烦了天天跌跌 是吧 连这个上交所都看不下去了 连这个交易所都看不下去了 也不要搞跌停板了 你就让他一天跌到位 也不然难看 你说都不数了跌停板 数到什么时候啊 另一家进入退市整理期的公司啊 邦逊退盘中暴跌79.58% 还有一家巨龙退 上午盘中一度暴跌65.47% 巨龙退值得我们关注啊 巨龙退是什么公司 巨龙这家公司它主营业务是金融机具和电子产品销售 涵盖商业银行网点柜台后台 现金处理中心 金库系统和现钞终端处理就是验钞机啊 点钞机啊 ATM机等等啊 金融信息化啊 就跟银行做配套的 银行的供应商 银行的一些服务商啊 金库啊 第三方抄处理等等 嗯 最近几年巨龙的业务总体呈现萎缩之势啊 利润也开始频繁 陷入亏损的境地啊 呃 所以就是 这银行的供应商 反映的是整体中国商业银行到顶 呃 最近几年 银行网点也在收缩 银行网点的收缩背后是人口的收缩 所以整个中国经济的大盘子 其实也是到顶 也是玩到头了 啊 旧的模式啊 以前做ATM机可以 啊 做做 这它属于一个扩张业务20年前吧 啊 当时广州有一家叫做 呃 我去开股东大会 那那叫做 什么什么通啊 广电运通啊 广电运通好像叫做 呃 也是做ATM机 也是给银行做配套啊 呃 但是已经都是饱和了 全饱和了 说说这个做压运钞车好像也有 啊 他说最近我去的时候是1116年还 什么时候吧 哈哈 都联系了 当时他就说ATM机已经没得做了 就16年的时候他就说差不多饱和了 嗯 该步的网点步的差不多了 嗯 嗯 然后是当时他说做运钞车还可以 就是运钞车它是个服务 它可以持续的做 ATM机基本上一装上去维护一下也没有多少钱啊 所以就就整个当时也是谈过这个银行供应商的问题嘛 啊 就在这里就又是一个案例了直接就退市了 其实整个产业基本上就做完了就剩下一点点业务 嗯 市场热点方面啊 就提到今天几个系统崩溃 一个同花同花顺交易系统不是第一次崩溃了啊 第二次崩溃了 怎么回事啊 啊 工行系统也是崩溃 所以中国你看飞机也崩溃啊 什么啊 啊 是不是这个西方制裁之后这个有问题 以前是不是有些系统 啊 因为中国毕竟这么大个交易交易量啊 它的这个股市 嗯 它从这个买卖来讲啊 它是比的比的像美国的 嗯 它可能是需要有些国外专家的指导 但是因为疫情的影响啊 什么 是不是很多东西长期没有维护 包括这股市的交易系统 因为这个量确实也大十一年在交易嘛 呃 是不是有问题 因为不是第一次崩溃啊 此外公行系统也是崩溃 呃 华为云也是提到这个 华为云估计背后也是需要外国专家的 华为自己有有个有个屌的东西 呃 都都是外外外聘回来的真的核心技术啊 呃 然后搞搞一批中国的也都是人才 中国的顶尖人才做做后期维护 然后不听话的哪个抓抓进去看守所 哎呦不说华为 呃 上午这个A股市场主要指数全全线下跌啊 上上证指数盘中跌破1%啊 仓储物流房地产电力跌付居前啊 啊概念股方面西啊欧啊概念股集体大跌啊 啊要明康德A股暴跌 我看下午估计也是一直这么跌下去了 就是就是 就是 持续下跌下去啊一直啊 A股暴跌9.51%啊盘中触及跌停 我估计会跌停收盘啊 要明康德你看这就是个典型的案例 反弹人家就走了啊 要明康德为什么暴跌啊啊 啊就就是6月10号晚间要明康德发布公告啊 公司于6月10号收到股东啊 一同发出啊几个股东 减持计划书记呃告知函啊 因为自身资金需求公司实际控制人呃 计划啊减持3%啊就是跑路了呗 你看人家这个庄家就践行了每一次反弹 都是逃命机会要明康德的股东观看啊 小年财经哈哈哈哈你看你反弹赶紧跑啊 人家都在跑哎 你还得得益益的啊 有些人还想进去啊 嗯 CRO这个业务要被西方制裁啊 不要你做了啊 这新药研发肯定不让你做了 不要想了 这一块业务没得做 不不会给给给中国的供应商做啊 啊 啊 相关的什么九州药业太阁医药 凯莱英啊 那都是大福祖弱 CRO没得做 就是研发新药这一块啊 啊分包不会再给中国中国去分包 因为你你可抄袭太厉害了 到时候到时候搞好人家好不容易投入你 看你来啊 啊投入十几年 投入个十几二十年的研发一个药 你那么中国三天两头就就来抄呢 没意思 是吧 港股啊 看看港股也是暴跌啊 限度调整啊 真暴跌啊 恒生指数跌幅超过3% 估计估计下午可能到三四啊 哎呀 我不知道到多少啊 恒生科技指数跌幅一度超过4%啊 港股医药等行业跌幅居前啊 港股互联网 股也大幅调整百度集团 呃 呃 滴滴滴滴啊 跌幅居前啊 阿里巴巴盘中跌幅一度超过5% 那阿里巴巴就是个虚火呢 呃 我也明确告诉大家就是阿里巴巴可能是套在里面的 啊 比如孙老板啊 啊 孙正义啊 那人家都是趁机会做一把就想跑了啊 啊 中国中国政府还不想让他跑 还专门出了个公告说没有没有重启上市 里面的博弈是非常多的 有华尔街有中国政府啊 你个个都有小算盘啊 嗯 港股市场最为亮眼的新东方 哎呀 新东方也是有人套出这些 啊 说什么近日啊 新东方双语带货直播火输圈 啊 所以就很火 带不到哪里去的 都是都是 都是有人套在里面要走啊 但是 哎 我也不说啊 这余敏彤也是个好好的好人 我也觉得他人人品还是可以的 所以 哎呀 我不多说了啊 反弹啊 就是反弹了 嗯 嗯 港股房地产啊 房地产也是全线下跌啊 嗯 跟物业啊 续辉永生服务跌超过12% 合景泰富跌超过10% 碧桂圆啊 哎呦 不对劲啊 我觉得这一轮反弹不对劲 房地产怎么出逃力度这么大呢 嗯 你想想这 这一轮 房地产还就真是 它下最大力度去维稳啊 啊 出了很多利好啊 全国这么多个城市 不断的呃 支持 就这样的情况下 房地产反而没人敢碰 哎呀 所以真不要说我我们这个频道 看来跟跟我嘛 起码跟我的想法类似的基金金也是很多的 大家都不看好 都不看好 嗯 币股源跌超过9%啊 破位啊 很难看 非常难看那个图形 嗯 续辉控股跌8% 有很多是已经停牌了啊 就什么融创啊 可能就想退市了 直接就退了 呃 房地产我们在在开视频 在这认真说里看万科就万科 走势都相当难看 非常难看万科啊 嗯 房地产有大问题 嗯 当然它是整体衰退啊 跟跟我们刚刚说ATMG 那个是一样啊 就是整个行业它是到顶了 有机会就跑了啊 嗯 万科啊 万科跌超过3% 澳门呐 啊澳门也是每一次反弹都是逃命机会啊 澳门完蛋 啊 澳门博彩股啊继续走弱 面临破位啊 博澳控股限跌6.67% 啊 哦 爆3.2% 爆3.2% 新豪国际发展跌6.5% 爆5.2% 都接近前期反弹低位啊 啊 餐饮股也低啊 你看都是反弹结束 反弹完了啊 就就就就这么点啊 爱要不要啊 你看要不要 所以反弹就是啊 经常就会不三不四 它会处在尴尬的位置 它不会让你有一个满意的出逃点位 啊 就会就这么点啊 要不要不要拉倒不要不要不买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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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饮股啊 九九毛九跌6%啊 报16.88元啊 海底捞跌5% 啊 明天再再来个低开低走跳空 哈哈 破位啊 那就差不多了 啊 就是这样了 啊 所以整个市场 还是遵循地心引力 大引力在下面 哎哟 哎哟 反弹 哎哟 像我们这个良心频道真不多见啊 因为 我们这个 嘿 真的是 哎 这个就不吹了啊 行行 那就就这样啊 就是 呃 今天市场就就这介绍到这里 现在绝对有点意思 点赞留言 拜拜